好 接下来也是跟美食有关 如果说您想要享用美食 但是要提醒您注意恐怕未来 在外面吃东西要记得自己 携带筷子咯 为了响应政府节能减碳的政策 全台湾各大百货业者和环保署 已经达成协议 从明年的元旦开始 在店内的美食间用餐的客人 是不会再提供给您免洗块了 到时候您要记得带筷子 环保署指出呢 这连同去年已经开始实施的5家 明年共计有32家百货业者加入 一共就可以减少4400万双的免洗块 相当于少砍了11000棵 树林大约20年的大树 当然更可以减少的是 320万段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了